你能想象吗 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六族截然不同的人 从拉斯维加斯的大饭店里冲出来 拼命赶往同一目的地 去争夺放在那里的200万美元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几个亿万富翁之间 进行的一场赌博游戏 这一幕有可能发生吗 王命多宝用近两个小时 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在2000年世纪之交 无论是以香港韩国为首的 轻喜剧爱情搞笑片 还是成熟的好莱坞工业 不同类型的轻喜剧 都交上过不错的作品 比如今天要讲的这部 优秀的公路喜剧 公路喜剧 以出人意料的旅途笑点 让人们在电影院 仿佛跟随主角一起 经历了一场 憋开生命的囧途之旅 这些旅途有度假 有逃难 解决个人问题 或者是拒留了 今天的这场旅程 有些不同 有刺激 是与争夺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奖金 规则极其简单 谁先到 就是谁的 就是这些 此时此刻 我们看到的这六组人物 正在疯狂的奔向 同一个目的地 他们各种手段 无所不用 为的就是那诱人的百万美仇 可仅仅在一小时之前 所有的一切 还不是这样 这六组人身份 来历 性情 目的都完全不同 但他们都住在同一间酒店里 并全部参加了拉斯维加斯的同一款游戏 老虎鸡 他们全部赢得了一枚金币 但这不是钱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 他们都根据金币上面的提示 来到这所饭店的顶层 并得知 你们全部被选中 参加这次的两百万美元的急速挑战 谁先到达 就凭钥匙能打开 放在那里的两百万美元 你只是不能选择别人 我可以做任何我喜欢 我自己的 有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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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这样一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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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贏 什么 什么 有独特 有独特 只有一条 你做的 補特 准备 有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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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 独特 这些都被记录在早已下好赌注的亿万富翁的监视器里 监视器外的各国土豪正在像观察小白鼠一样 看着这些人 纷纷对自己看好的选手下注 手举相逼 眉飞色舞的看着这些赛马选手 一切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这只是有钱人消钱取悦自己的一场游戏 换句话说 也就是有钱烧的 比赛就这样开始了 简单粗暴 没有多余的规则 没有多余的解释 200万美元就能说明一切 这笔数目放到今天 也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谁先到200公里外新墨西哥白银市 那个装着200万美元现抄的柜子前 谁就是这笔巨款的拥有者 六组人马争先恐后的上路了 作为公路片 必将开始冒险刺激的美国横川之旅 只不过在金钱的诱惑之下 他好像比所有旅行都更快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 都是一开始争嫌恐后出发的 激活人都是在社会上经历了毒打的 足球裁判 无业游民 大姐大母女 飞行员很姐妹 还有个拉丁裔的脱家带口 激活人一商量 这肯定有诈 不是最后是诈骗 就是一个狂人游戏 纷纷表示 自己可不为上当 抛弃这个甜美的假期 几个人看着憨斗饰演的玻利尼先生 第一个冲出房间 他也因此被一些富豪给予厚望 傻人可不会想那么多 有钱就去 可惜他有奇怪的试睡证 还没出酒店那门就原地睡着了 很明显傻人伪装 这时候激活人已经瞬间真相 风一样冲出去了 这其中最不被看好的是尼克先生 从来不信天上掉馅饼的事的他 是唯一一个真正没有心口不一 真的不想参加竞赛的人 他决定把这个插曲抛在脑后 开始自己原本就计划好的 一次旅行 没想到在机场 巧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女飞行驾驶员 撩妹本性驱动 尼克上前闲聊 巧的是这位女飞行家 正准备驾驶直升机 飞去白银市 这不是天降顺风车吗 不会没有人想到 用最快的飞机去白银市 关键巧的是 其他几队人马的飞机 都因为兄弟二人的捣乱 都不得不停飞 另觅其他交通工具 黑人母女的飞机停飞 犹太一家的飞机返程 这不是天意吗 你可马上意识到 这次天上的馅饼 铁了心的要砸中自己 老天爷喂饭 不吃都不行啊 于是尼克美滋滋的 做上了金髮美女的顺风空客 可惜 眼看着两百万触手可及的时候 女飞行家打算顺路去问候男友 来个甜蜜惊喜 但却看到了意料之外的画面 顿时陷入暴弄 彻底凉了 尼克只能眼看着 到手的美金化为泡影 其他几队 此时正在各自道路上 也纷纷另想他法 向新墨西哥州奔去 在这场夺金之旅上 他们每个人都遭遇了匪夷所思 又啼笑皆非的故事 黑人老妈和她刚刚在机场相认重逢的女儿 正租了辆车 正在开往白银市的途中 他们遭遇了一个卖松鼠的女人 这个女人事后被证实是母女俩噩梦的开始 母女俩当然没心情听一个松鼠推销 在反复推销小松鼠喂果后 卖松鼠的女人 还是给母女俩指了一条进路 可是这条路会通向哪里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还是不要招惹强势推销的 尤其是在荒郊野岭 如果当你还有求于她的时候 倒霉的不止黑人母女二人 小古巴格丁饰演的橄榄球裁判 因为刚刚一场由她误判的球赛 导致人人喊打 她不能出现在人群聚集的地方 于是选择了直接打车 去百公里之外的白银市 而搭乘去白银市的出租车司机 正巧因为球赛失去了两千美金 而无处发泄 听着抱怨 小古巴吓得瑟瑟发抖 终于司机认出了菜鸟裁判 面对送上来害自己输钱的裁判 把她送进了无人沙漠 才是最好的贵族 另一边四口犹太家庭 拖家带口地上路了 她的麻烦来自于她的家庭 一路上老婆哭 孩子闹 还要时不时停下来 满足孩子们小小的需求 比如吵着去附近的芭比博物馆 没想到此芭比非比芭比 令人爆笑的是 迎接他们的是纳粹鱼党的凝视 克劳斯巴比是历史上真实的二战期间盖世太保的总头子 李扬屠夫 而这个同名博物馆 则是新纳粹为法西斯招魂的地方 身为犹太人的查尔斯 竟然带着家人来到了他们最不该来的地方 有苦说不出 只能落荒而逃 更为离谱的是 为了逃跑 竟然还顺手牵扬 带走了博物馆中希特勒的汽车 并且好巧不巧的 开到了美国二战老兵聚会的现场 只能说 活着已经是命大了 作为每个公路喜剧片中 最必不可少的 呆瓜兄弟 考地兄弟 在剧中承包了大量笑点 充当脚屎棍角色 不仅破坏了机场雷达 让飞机都停飞 还向观众生动演绎了 什么叫疯狂的极致 尤其是穿环爱好者弟弟 因为舌头上挂着太多铁环 土字永远不清 智商也时常不在线 所以他在路上遇见同样穿环美女后 立刻精神被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作为呆瓜兄弟 只要祈祷能活命归来 就稍高些昂了 在各路人马都想走捷径 又纷纷失败奔向新墨西哥的同时 又不能忘了憨斗先生 一开始就睡着了他 选择了稳妥的坐火车去 没有那么多妖蛾子 竟然成了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 一路平安的火车 将他第一个带到了放有百万美元的柜子前 他掏出了钥匙 对准了锁眼 两百万美元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但是 这时 其他各路人马也已经匆匆赶到 为了谁第一个把钥匙插进锁眼 展示了好一番十八般武艺 可是当他们打开柜子的同时 里面空空如也 原来钱已经被拉斯维加斯酒店总管偷走了 一路上鸡飞狗跳的算计 最后还是被别人算计了 大家都感到闷闷不乐 在一番激烈的争夺后 都各自带着抢到瓜分的献金又上路了 一群人莫名其妙的来到坏嘴乐队的演出现场 这里正在为非洲遭受饥饿的儿童募捐 参加夺金之旅的各路英豪们 一个小时前 还在为了百万美元死你死我活 转眼被眼前这一幕深深触动 把抢到的钱纷纷捐了出来 是啊 和这些吃不上饭的儿童相比 原被自己更需要这笔钱 二百万美元的归属 以这样出人意料的方式高中了 富豪们也傻眼了 于是台上的玩家没有忘了那些操纵这场游戏的富豪们 虽然他们并没有食言 也确实交付了二百万美元现金 在今天看 这些充其量是个不太尊重人的金钱游戏 但这些富豪这样做的背后 其实是站在自己的财富地位上 利用自己的资本玩弄同类情感和蔑视自然法则 是一个个资本家对人的欲望的窥探和实验 除了充分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外 再无其他 说到这里 抛去电影 我们不谈法律 但是这个看似轻松的电影 却借用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 向社会和人性提出口吻 如果仅凭财富 就能操纵别人的意志 达到目的地 那金钱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 会不会有无数暗藏在黑暗中的财富交易呢 仅凭他们可以吗 财富究竟是让人蜕变成这类人的导火索 还是大多数冷漠的人才有机会掌握财富呢 这也许是个无解的命题 相信结合最近演艺圈艺人和资本家坍塌世界 都让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现实世界已经再向我们发出警告 如同电影中的富翁们 理所当然的为这场比赛付出了代价 待若目击的富豪们在万众瞩目之下 被Q上台 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 为世界平均灾区捐出巨额财富 于是这个火爆荒诞的夺金之旅 最后以这样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收尾 《亡命夺金》这部公路喜剧 通篇都在围绕金钱和人们的贪欲展开 极尽讽刺之能事 在结尾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毫无争议的价值趋向 可以说无论形式和内容 都在商业篇范畴内做得很好了 虽然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老少接一喜剧片 却也用丰富的元素 密集的笑量和结构的合理 让这120分钟值回票价 反正老张是笑了无数次了 尽管这部电影是好莱坞标准商业流水线的产物 但无论在20年前还是现在 仍然有同样套路的商业电影 也无法保证有哪怕此片一半的水准 甚至也无法达到讽刺至极的效果 何况商业片可从未把创新作为主要使命 更为重要的是 在创造商业利益的同时 传达一种正面的价值观 虽然财富可以让这些富豪肆意操纵人性的欲望 如果仅仅因为无聊 而将人物化 把人当物品赏玩 那他也必然会承受为负不仁的代价 和毁灭性的打击报应